那Z-REMESURE的网格疏密度控制呢 建议你在用的时候切到这个灰色的 就让它看起来比较白的 因为呢我们要启动这一个PALY PAINT 启动这个功能 那你注意先看一下这里 那个地方的颜色 当我把它往这边拉的时候 拉罢往左边拉 它会变蓝的 往右边拉它会变红的 这个就是疏密度的控制 只能用这样子的颜色做操作 所以呢 一开始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比较低的面数 比较低的面数 比方说大概0.65 全部是这样子 然后填上 也许一开始不用这么低 我们应该没有需要整支低到这么夸张 所以 好 然后Color Fear object 整支是这个颜色 然后呢 把它调高一点点 开始把我们要加 觉得哪些地方面数要多一点开始画 好 那画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安全起见 不怕 因为怕你弄到雕塑 所以B PA 直接到PALY PAINT来画 好 可以 Stock可以把它关掉 Lazy Mode关掉 我觉得关节的地方我需要比较多的面数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针对这个地方做处理 这个整个会 要 比较高的面数 5 1 甚至2 7 7 8 7 10 7 8 呃 还有呢 因为我可能细节会画到背上这边 就是那些皱褶什么的 背上这边应该会蛮明显的 所以会让他这边往后面画多一点 好 然后脸还要更高的面数 所以再往上加 你还会调到更细的资讯的 就再往上加面数 大概到这边应该可以 然后眼睛周围还要再更密 甚至于如果你要做到很细致 也许可能要到这样子 其实脸这边大概都要够细才行 因为大概主要的细节大概都集中在 你会看得到的这几个地方 ok 好 好 那其他地方要不要再加好就看 就看 好 这边全部是靠你自己去 呃 决定你后面要用到多少面数去加 好 因为我可能需要画指甲 把指甲雕出来 所以需要加 手指头的 这个面数 然后 尾巴我这里我需要 我想如果可能要雕毛髮 那这里一样的要加高面数 才足够让我做 毛髮雕过来的样子 至于其他关节部分要不要再加 那就 看你的操作习惯了 ok 那好 那得到这样的结果以后 所以 有Polypen的启动 再加上 呃 呃 那个REMeture的guide的导引线 好 然后 面数我还是把它得到 5万 5万 好 那就是 这里会比较密 其他会比较输 这里也比较密 这样子的去分配这5万 去执行REMeture 好 那刷完以后按Shift F看一下 好 脸部 均匀的密 然后会慢慢慢慢放松 因为我是一路画 那个过程的渐层要自己控制 你不要突然就是 红 粉红色 红色 然后就变蓝的 那样子还是会有不太好的结果 但是 经过这样的控制 你会发现 有没有 手腕 手 手指头我会画的更密 手腕 然后 关节 我都有夹墙的地方 它就会比较密 那5万面 线 就会分布在 这个 地方 然后导引线 它继续会遵循 好 那这个模型 就很好用了 我们后续就会以这个来做 进一步的操作 所以 这个呢 就是再加上Poly Pen 那Poly Pen 不用以后就可以回到 雕塑 这边的颜色也可以改回来了 因为它现在是填了 那个全部是那个颜色 所以我们再把它回到 白色 好 可以再存档 我要用这个往下走 所以 好 就会存04 那最终的模型也不会是这支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D T 啊 这个D 对 还会讲到这个 topology zremeasure 这个是rebrush帮你做tope 呃 但是这个面数 不会是 即时3D能够用的 那也就是说最终 我们还是会去做 我简单化一下 我还是会去做手动tope的操作 意思就是说 这边我还是得去做这种结构 那 到了这个东西你就要很熟悉 除了那个用解剖学以外 就要很熟悉拓谱 因为这个部分完全照拓谱的概念去做 像这里可能就要这样接 那才能这样子绕 我把它先这样子画一下 再来一次 好 让它形成这个面 这里接的不好 我刚刚在auto清掉一些线 是为了让你看到比较明显的操作 呃 这里没接到 所以它就破掉了 接上 还是没接到 好不管 那呃 手动tope的操作呢 是 呃 最终 一定要会的 啊 那当然我们可能不会 就是这个tope 我只会讲 啊 这个功能 但是 我们会真的拿来用吗 其实 呃 呃 不会 因为 呃 所有的Zbrush的教学 都会提到这一个 应该说 专门讲Zbrush功能的话 会提到这个 但是如果它是告诉你说 你去看所有的教学 那如果说 我们要让Zbrush 来做一个动画中的角色 做一个游戏中的角色 你大概都不会看到这个 Ztopology的功能出现 因为 那个功能 这个功能来讲 呃 你去那个Mass做或者去 比Mass做都比在这里做哪个快 好 这个 这个 因为它的Zremeture已经太强了 用不到 不太用得到这一个功能 好